就是要清楚 就是灵魂界 灵界 在中国特别是大陆 台湾更厉害 就是灵界他们是以鬼魂的看法 不单单是我们人的灵魂 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灵魂 是从神而来的 神给我们是圣灵 而且是善的灵 他们经历到 特别是中国民间 很多鬼魂的说法 就是邪恶的 所以我们要清楚告诉他们 就是神造我们这个神的形象 比灵魂更超越 就是我们有人的娟贵 我们不是死了要变鬼 去给你找麻烦的一种人 没有鬼 我们圣经里说鬼是魔鬼的死者 不是人死了就变成鬼 人的灵魂不灭 当然是不灭 是人不灭 人为人是神的形象被造 他虽然亏缺了 但也要向神面前负责 所以谢谢陈弟兄 在这个讨论里面 给我们就是来一个提醒 那么下面我就 下面我本来是要 多一点时间讲这个 最后的一个神学的态度 我现在就简单就讨论一下 然后就用多一点时间 分析最近的科学的证据 因为这方面也很重要 虽然我们不是科学家 那是第三课 第三课哪里就讲到 就是应该有几个态度 就是起码我给他一个建议了 要是说我们只相信圣经 你不相信我是傻瓜 或者是你是傻瓜 那么就好像就是 你不是要淘汰喜悦 也不是 我觉得不是淘汰喜悦 因为就是他不信就是傻瓜 因为我讲的是对的 那么我不是傻瓜 所以你一定要信我 所以就给他没有一个第三个 第三个这个 起码要想一下再信嘛 现在我不是傻瓜 我也不是不倦敬你 给我多一点机会 就不要将他聚居门外 他现在不能信 就不给他再聚居 所以希望我们有一个 比较中肯的立场 虽然我们自己没有答案 好像张弟兄 还是某一位弟兄说 我们有答案 虽然这个答案不完全 但是我们也尽可能给你一个答案 不然逃避 因为我们现在教会 有一位先生 来了我们教会五年 他是master computer 就是知识分子 他还不愿意信 他就是另外一个 是我的一个姐妹的爸爸 也是大陆在一个药寺师 他就是说 里面就是基督徒 你说神祝福你 有功劳 我的病好了 就是神的怜悯 要是我的病不好 就是我没有信心 所以就是没有中间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提出这些问题 好像人的来源的问题 你也没答案 就是说信圣经而已 那么你就是根本就是 顾不知风 就是不讲理的人 所以他还算是没有信 求得灵敏 所以神也希望灵敏我们 帮助我们 不要做熟灵的骄傲 就是你不信就是傻瓜 因为我不是傻瓜 所以我讲的是对的 所以就是希望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就是五个大前提 就是第一 就是神在大资源里面的 圣经的启示 是跟科学的启示 要是正确的 没有偏见的来分析 是应该是没有矛盾的 那是进化论的人 因为达尔文 有人晓得 因为他是英国国教 这个异端里面出来 他妈妈是不相信 三位一体的 他爸爸是一年去 两期教会的 一些英国国教徒 根本不是信徒 所以他在哪里长大 根本没有正式的 正统的圣经的训练 所以他一集都是 因为他的儿女 很早就死 因为他是因为 禁婚 结婚 所以儿女基因都有问题 所以死的是他自己 可能就是 这个遗权的问题 他就blame God 他就说神 你是一个凶的神 你是杀了我的儿女 所以以后对神 就很批评 所以他后来写这本书 就是第一本书是讲到 他是 这个进化论是神所用来 去改变物种 到第二本书 最后一本书就是 人的来源 就是说 神是人进化到最高峰 造了一个神灵出来 给我们去景仰而已 所以他自己的心 心路力情细的改变 他起码在历史上 他们从来没有说 后来回改没有 没有 所以就是科学 科学的正统的发展 实在跟基督教是很有接近 我昨天已经告诉大家 就是英国王家 科学院很多很多 当期起初的科学之父 都是很好的基督徒 所以科学正面的去解释 正面的去分析 是跟基督教是很大的关系 而是正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清楚 要告诉这些不信的人 你要偏见 不要当然听党的教训 听普通课本的课 你要好好地晓得 这个里面有不同的环境 现在美国为什么 对进化论节目捐赏了 就是他们这个理性主义 就是政府跟宗教分开 他说一切不是教科书 所认同的就是宗教 我上面要介绍 另外一条新的科学理论 是挑战进化论 在科学界出来的 所以他们还是觉得 这个是宗教 因为他们说宗教 特别是科学革命以后 英国的科学革命以后 他们这些人也自带狂 好像到了达尔文那个时代 觉得你们教会 就是达尔文跟他讨论 那个主教 就是你是猴子的后裔 我是神的后裔 所以将宗教界 他们的名声 异落千象 在欧洲 就觉得这些宗教界是偏见 我们就是启蒙运动 理性主义 才是学术的权威 你们都是宗教界 宗教迷 所以后来就是学术界就被 就是理性主义统治 现在美国就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在大陆不能批评共产党 在美国不能批评进化论 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不是 不单单是科学问题 是哲学的问题 是政治的问题 所以解释就是看见 解释就是 神在大自然里面 在正统的科学的解释 跟圣经的没冲突的 OK 那么第二 神是奈遇于万物 以他的全能托出万有 我们一定要晓得 要是神 他不用他的全能托出万有的话 你现在跟我 现在可能有一个地震 那么你跟我就没了 三藩寺就是1906年就是这样 30秒钟 整个三藩寺就化掉 你看我现在活着 能够呼吸 能够听声音 能够思想 是神的恩典 你问那个朋友 就是你能够保证 你今天晚上睡了起来 明天可以起来吗 我相信可以起来 我能不能保证 因为可能就是很快 就会死掉了 所以神就是 这个就是改教 教家高尔文对我们最大的贡献 就是神的主权 神的全能的万有 托出万有 你跟我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的生权全流都在乎他 这是重要 然后第三 就是从历史跟神学的角度 来解释圣经 现在我们读圣经 常常就是讲到圣经的灵意 什么都是怎么样 跟我们现在生活有关系 某一派的中派是这样 常常这样 就很可惜 就是就将圣经里面 讲到以前两千年前 三千年前 神在以色列跟他们讲话 跟他们的 跟他们当时候的这个启示 就脱节 完全将以色列以前的事情 跟我们就落在一起 就以前 以前 以色列人不能吃猪肉 现在没问题 为什么没问题 我们是以色列嘛 我们是真以色列 他们是假以色列 但是真的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国还是要得救 所以他们跟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要新约跟旧约 实在有一个贯通的想法 就是要清楚的 晓得神学也是一个历史 历史神学 神学有一个系统 天主教解释圣经 跟我们解释圣经不一样 有一些圣越神学 跟这个时代论解释圣经也不一样 所以要清楚每一个神学的根基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用历史跟神学的角度 来解释圣经 要晓得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在哪里 不单单是我们的牧师讲 我们就相信 我们的这个长老讲就相信 我们要晓得他们有没有走错 因为长老也是人 牧师也是人 教宗也是人 我也是人 唯一在神面前 没有罪的就是耶稣基督一个人 所以就是求神怜悯 所以我们能够常常借助圣经 我们要在我们的立场上面 最要紧找到就是要印证 我们的立场对不对 就是圣灵圣经跟圣徒 圣灵圣经圣徒 圣灵是在每一个基督身上 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 那么圣徒就是基督的身体 弟兄姐妹应该不会 要是你们跟弟兄姐妹 相当大致有和好的立场 一定有好的东西发生出来的 就好像宗教改革 一直都是有上帝的灵在里面 帮助我们去改正我们的问题 那么第四点 自然选真 很可能是神 创造世界过程第一种 昨天已经谈到了 这位姐妹问得很好 就是落入墙时在这个野外 这个狮子吃了斑马 昨天就是看见这个前教授也说 斑马的群体的健康是需要狮子 来将他们的病的老病的这个斑马吃掉 不然他们群体就不能健康的发展 现在在这个王石公园 美国很多的狼 现在在他们的狼 有时候会长得太快 所以他们这个美国的国家公园 就要将他们杀掉 不然的话他们就反击 现在这个美国的鲤鱼啊 中国的鲤鱼跑来美国 因为没人吃还是不人管 这太厉害了 就将他们所有的水草都吃掉 所以那么另外那个藻类就 就overgrowth 就变成了美国的污染 所以就是上帝允许这个世界 这是很可能是物尽天责 但是对人外 这不是人理的问题 神是用来这个食物链 是保持这个大自然的平衡 所以人类就是犯了罪以后 将自己的手插进去 就变成这个世界的污染 是我们的问题 神是原来做的 造的世界是好的 所以物尽天责 我相信刚才这个张牧师 也跟我讲过 就是究竟在 在这个罗亚以前 人是不是可以吃肉的 我觉得可以 不是因为罗亚以后才可以吃肉 我相信亚当沙瓦也可以吃肉 因为动物一定有死亡 不然到恐龙 这个吃肉的恐龙 吃小动物 怎么有事 那个时候人还没有出现 所以就是 而且动物的死 是神要教训亚当沙瓦一个实际的 一个表达 因为你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要是动物从来没有死过 它怎么叫死 它就根本不晓得死是什么东西 所以动物是有死 但是人不需要死 因为人受了生命术的供应 神是在集结 集结供应 祂是倚靠神 那个时候没有配叛神 所以祂是永远不死的 那个时候 但是死进入世界 因为人已经拒绝了神的供应 祂就已记住 所以就开始有死亡 所以乌津天 这是神所用来 来这个 帮助神的大自然 来去 来去 有平衡 那么我刚刚也讲到 这个十五年就是丙了 那么第二点就是 祂主在治理 这个异端元的时候 那时候那里说 这个里面要治理 管理者的治理 这个治理 这个治是有征服驱使 粉碎的事 这个践踏 就是这个治也用在 这个当时候 这个约束亚纪 所以你们要征服 那些迦南的人 这个是同一个治 所以要是那里 这个动物不能死 可能这个动物 有时候繁殖太多 好像这个狼一样 繁殖太多 它不将它杀掉 那么就是这个 生态就不平衡 所以我相信 亚当管理这个原子里面的树 他的树也可能会 讲得太多 要将它修剪 可能有刺果子的虫 这个完全是猜想 但是他一要管理的话 要征服 要将这个管理得好 要修剪 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是不是动物在 亚当沙娃没有犯罪以前 没有死 人没有死 这一定是圣经的教训 因为罪从一人进入世界 然后死也从罪来 所以我相信人的死 一定是从亚当下犯罪出来 但是其他动物的死亡 我觉得是不重要 不一定要坚持 他坚持的意思就是 恐龙就跟人家一起 因为恐龙吃肉的 所以恐龙跟人家一起 就是人犯罪以后 恐龙才吃肉 所以恐龙不可能家人 以前发现 这个是权威唱教论 觉得地球很年轻的一个 我觉得是谬论 但是我觉得他是很牵强 他这样来讲 所以 然后第五点 神的唱教是好的 道成肉身 必须是因为人的堕落 这个就是 因为 昨天张帝孙牧师也讲到 神预计跟预定的问题 因为神在 万事以前 唱事以前 已经预订你跟我 在耶稣基督里面 成为他们的儿女 他的儿女 但是是不是 神预订我们去犯罪了 这个曾经没讲 祂是预知我们得救 祂是预订我们得救 但是从来也没有说 神预订我们去犯罪 所以一个极端的 极端的一个 加尔文的想法就是 这个superluxarian predestination 这个是 我觉得是错误的 因为神是愿意万人得救 不愿意一个人成人 所以道成肉身 是因为人的犯罪而堕落 所以这个字 神学里面 阿弥林跟凯文 一个讨论的中心 我希望不要 什么都走极端 凯文很重要 讲到神的权能 跟神的供应 这个对我们 一定要全 这个是神的奥秘 但是 我们的犯罪 是我们真的 自由选择去犯罪 不是神预定 我们就要犯罪 也不要说魔鬼 引用我们犯罪 我们不负责任 不对 我们是负责任 所以我们需要 晓得我的罪多重 就 我是钉死了 耶稣基督 我本身是大罪人 不要 好像保博一样 所以这个是要帮助我们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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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造是好的 道成肉身是需要 是因为人犯罪的堕落 然后最后就是七个结论 七个结论 七个结论就是 就是 我希望用这个态度来去全福音 也不单单全福音 也希望你们幕会 你们将来是幕会跟全福音 跟你对你的同事 对你的 因为 我相信上帝允许中国 有一天你们没有过去以前 你们会看到中国有一很大的改变 有人推测21世纪 末了以前 中国有三分之一的基督徒 所以现在已经一亿了 所以可能有四亿 能不能 你们没有过去以前 求神赐给你们这个中国 我希望 我没有办法看见了 我自己 但是你们会看见 我不晓得 我现在70岁了 有多少年 不晓得 我求神给我多十年而已 现在 我不晓得 证经里面说 希望神呢 希望习主席变成基督徒 这是第一件求的 希望这样做 OK 那么七个结论 七个结论 就是第一 就是要看见 神的启示跟教育 就是要 一定要将 神的掌管万物 是在超自然跟自然界 他们说 你要给我们一个神级 就相信有神 但是你就要 你能够能够保证 你明天早上可以起来 你不能保证的话 你现在活觉 就是一个棋子 因为这个生化在窝里面 怎么样可以运作 为什么我们吃了以后 可以消化 不消化就糟糕了 你就今天 我还卫生过 都吃不掉了 所以就是 人的健康是神的治愈 所以神的照顾很重要 给我们看见 第二就是科学 是一种实验求证的方法 这种方法 不依靠有神的假设 但是它有神的假设 是帮助我们 在科学的研究上面 在起初 已经给了你四个动机 就要荣耀神 神要我们管理 它参加物是好的 而且它可以被研究 这些都是动机 在现代科学 就是这个开始的时候 是需要 但是现在我们要进实验室 要去研究化学 将这个盐酸跟这个银 加在一起有沉淀 这个我们不需要 念了圣经才懂 因为这个是神已经允许 我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 我们将两个这个定律 合在一起就有结果 所以我们不需要 拿了圣经去实验室 就是 但是你要找到 特别是心理学 要去解释人的心理 要去面对他的问题 这些科学 实际上要是完全不提神 不提人性的话 实际上没有办法 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好像新闻之者也是 要是你是全部是 实事求是 从来不给他任何的评论 就是火山爆发 杀了很多人 就是 他们就说 mother nature 但是这火山爆发 是因为 这个知识人都搬在火山附近 那么你要报道 就是说知识人可能是没有智慧 他应该不要在火山前面 盖了这这么多房子 小的火山要爆了 所以现在起码三番四 他们就有了这个科学的研究 就是要晓得我们在火山的地上面 我们的房子要盖得好 这个是科学啊 因为你小的危险 你就要防避 所以要包括你要对这个人的心 人的社会 就有一次价值的衡量 所以就是就有 就有道德就有伦理了 所以道德跟伦理的话 是没有办法说 完全全科学脱节的 有某一些地方是脱节 就是好像这个银圈 跟银加在一起 好像我就研究基因 就是化学物品而已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一定要想到神 所以科学原来 本来是客观 但是也有主观的情况 所以主要是这些大家看见 那么第三点 人是灵魂体合一的割体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饱藏人类肉体跟精神的痛苦 祂是死跟福果代表人的灵魂体 的整体的得救 希望我们要不要 不要就是极端化 好像这个利托圣弟兄 他常常说就是魂的破碎 肉体的破碎淋得出来 好像我们里面的灵 是被我们的肉身困住 我们的肉身是邪恶的 但是我们邪恶的不是我们的肉身 不是肉体 不是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整个被坠捆绑 我们是在魔鬼的权势以下 包括我们的肉体 也包括我们的灵魂 也包括我们的理性 包括了我们甚至很多基督徒 很可惜就是在家里面长大 倒知道了 特别是婚姻上面 就背叛他的配偶 这是神灵敏 就是我们以为 我们的苏灵得救了 我们的生活就糟糕 就是苏灵跟生活不能够分割 我们不是灵魂得救 耶稣是救我们灵魂跟身体 因为他要复活 你跟我的身体要改变 所以就要 希望就是能够将我们的 灵魂体合一的观念 能够全部要得救 不单单是灵魂得救 这个要告诉大家 然后第四点 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所以动物跟人中间 有相通的地方 这个进化论绝对讲得蛮对的 就是用猴子的身体解剖 可以去发现人 在某一方面可以有一色的应用 他相信因为人从进化里面 人从猴子进化来 但是我们也相信神是用同一个身体的蓝图 来造猴子的身体跟造人的身体 同样他也用人的基因的蓝图造虫 跟人的虫 因为他有相同的地方 有相同的地方不一定代表我们 就是他的后裔 我们也可能是他的相同的设计 就是好像轮胎 计程车有轮胎 汽车有轮胎 飞机有轮胎 你不能说汽车 不是这个计程车进化变成了汽车 汽车进化变成了飞机 这个是我们这些工程师这样的设计 用这个轮胎来代表不同的这个功用 同样的功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我们 然后就是一切的真理都是神的真理 所以就是要晓得 科学能够使人带到物质界的客观真理 所以就是你说不管科学里面的定律 好像科学说这个地球年龄接膜老 我也不管它 但科学说我们吃维他命 可以保养我们的健康 我们就接受 所以就是要晓得 我们怎么样去将科学的立场有一个平衡 晓得科学有一些东西是很可以应用 有一些东西 因为它受哲学的影响 影响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小心接受 也帮助我们的儿女可以分辨是非 这不然就是科学东西都不好 那么就很糟糕了 就是科学就是反科学 就是好像有一些教会支派就是反科学的 他们要避大高三年龄就受到院 现在在美国也有很多 在中国也有一些家庭教会是这样的 就是一切文化的东西都要避开 虽然是有好处 但是也不能直接避免 那么儿女就不能上大学了 所以以后就怎么影响中国了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圣经乃是信仰 就是刚刚历史神学我已经讲了 就是圣经是一切信仰跟行为上 唯一的依赖 并非科学教科书 所以我们不要说圣经里面说 全看见的高山都被水淹掉 就是说全世界最高的山都被水淹掉 所以昨天我已经跟他分享过 圣经里面说全地很可能是他们 那个桌子所能够体验到当时的全地 不是现在所讲的全球性的全地 所以昨天已经分析过了 洪水起码对我的看法 就是局部的地极上的遮盖整个世界 但是人类在神经的神学的观念里面 就是全人类犯罪人都被洪水灭掉 这个是我们要持守立场 不要坚持哪个不应该坚持的地方 但是要坚持应该坚持的地方 所以昨天我太太还跟我讲 一个很出名的句子 叫In Essential Unity In Non-Essential Liberty In Everything Charity 中文怎样翻译 在重要的教义上我们要合一 在次要的教义上面 我们要给弟兄姐妹自由 在任何的立场上我都要用爱心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一个立场 有很多次要的 好像洪水地球难民多少 我觉得这个是次要 不要争论到面红以车 就是希望我们要合一在神的福音上 全福音造就基督徒 敌对魔鬼 这个是我们希望做的 然后进化论面对的挑战 OK 就是合神进化论 所以上面我就来介绍一个新的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就是叫自卫设计论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理论 叫Intelligent Design 听过没有 OK没有 这本书这个理论大概可能是1996年才开始的在美国 实际上我是其中一个可以说是开探人之一 我们1996年在美国的洛杉矶的一个大学 叫Biola Biola University 是罗杉矶一个大学 我有几个同学在那里教 然后我儿子现在他的助手在哪里读神学 你也准备去啊 你在本科哪里读是吗 OK很好的学校 跟我们呢 我记得威廷大学是同一个类的 但是我们是程度比较高一点 所以后来 神给我的机会在那里教了四十几年 我们1996年在那里召开了 大概在两三百基督徒的科学家 也包括了神学家 我们就开始这个运动 有一个叫Mere Creation 就开始一个单单是创造 那么后来就慢慢发展了 到了大概十年以后 2000年了 大概一千个多 一千多的科学家 也包括了基督徒 全世界科学家 这些全部是PhD 就是博士 而且大学里面研究 包括了Prinston Berkeley Harvard Yale 在欧洲 就是这个academy 就是很多的 就是说就和签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 我也在放在哪里 可以给大家看看这个声明 就是 对 在第57月 57月 我们在一起声明 对 我们怀疑 机缘巧合的特变 加上天责作用 可以解释生命的复杂性 我们应该只是分析支持大尔文理论的数据 一个反对大尔文论文的科学宣言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继续的收集签名了 我是其中一个签名的人 OK 但是从这个开始 我们就有一系列的书出来 然后也在跟很多人去debate 现在还是出行 还是没有很被接受 刚刚所讲的一套电影就是 The Make of Fire 就是火的来源 就是这里其中一个科学家所造出来 他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是相信智慧设计论的 所以就让这个大家介绍给大家 OK 这个智慧设计论 主要的可以说是根据 是用这个理论来给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开始 就是60年代有一个教学家 有一个教学家叫孔安 Thomas Kuhn Thomas Kuhn 他去芝加哥大学的物理教授 也是哲学教授 他就说就是科学不是客观的 不是完全客观 有客观的陈述 但是科学是因为 不是因为新的发现而改进 是基于科学家陷入为主的意念 他独排综艺 收集论据 说服他人 以引致科学大前提的改变 引进科学革命的一个发展 OK 他引用譬如就是 牛顿的动力学 大家都懂得一点是不是 牛顿想到什么 苹果 就是他坐在奥斯福大学 前建学大学上面 一个树下面 后来发现一个苹果丢下来 他将来结石 就思想想到原来有地心系列 这个是Newton 但是Newton的一个动力学的这个系统 后来觉得是不完全 所以后来就爱因斯坦 就将另外一个系统讲出来 但是爱因斯坦从来没有做过实验 爱因斯坦一个很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 OK 然后他就想通了 想通了E一个的MC squared光输跟这个物质是可以对变 那么后来想到原来光就是一切的标准 要是你坐在一个飞机 要是你跟这个光输一起在去就是越来越接近光输的嘛 那么在飞泉上你就可能你长生不老 在地上可能过了一百年 在这个飞泉上过了两天 所以就是这个王哥一梦 在这个相对论就实现了 王哥一梦你要就回来 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几时代 但回来不过只有一梦而已 但是现在变成科学理论 那主要他用这个来去分析的意思 就是说科学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对这个世界有一个特殊的看法 然后来都经过他的后人 他的同辈 安斯坦的同辈证明 然后就后来觉得他的理论完全是对的 就将Newton的动力学就补充 不是推翻了Newton的动力 补充就现在发现了这个火箭 飞机 这是现在的物理学是因为这样 所以科学的发达不是因为 单单是找到新的实验证据 是因为这个科学家想通了 就好像文学一样 你们搞文学的音乐都有灵感嘛 有灵感也是在科学界 也就是这本书写出来 从此现在已经是科学界的主流 不是科学家在实验室找到新的东西才告诉你 不是 他先有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 你去找到证据 证明他对了 那么就继续发展 错了就改变 所以他们就说 达尔文开始了这个进化论 我刚刚也讲过 他就是本来是有一点宗教的背景 后来就是变了反对基督教 所以这个自然主义 就是第55面 自然主义 这个自然主义就是 昨天也讲过是一个理性主义 是2000多年前已经开始 到了18世纪 就这个叫启蒙运动 启蒙运动就这些人都是 包括了马克思 也是他的产品 启蒙运动就是说 要摆开宗教的枷锁 要人的自由思想 所以叫启蒙 实际上来讲是对宗教一个贬集 是不正当的历史的分析 是他们对权威的推翻 实际上当时的法国大革命 什么皇帝 什么教主 什么神父都要杀 他们就根本就 曾经有一个被杀的一个规矩说 就说liberty 你用你的名字 引来多么的混乱 就是自由啊 你的名字带来我们多么的灾鹤 多么的混乱 所以这就是理性主义 他们就将这个理性主义 就现在因为科学革命以后 就是好像刚刚所讲的一个 达尔文的门徒 跟这个英国的国家的国父 就辩论国家的输掉 因为他不用理性跟他辩论 去用你是猴子的后裔 我是人的后裔 这样就是贬低了 他们觉得你们这些 不用理性的人就是打低来 所以后来就说 我们科学家不需要想到神 都将他这个工业革命 科学革命以前 这是传统就推翻了 可是也是现在欧盟 他们的思想 欧盟实际上要是讲欧盟 他不讲 不讲这个天主教 根本不可能 欧洲整个历史都是天主教 他特意地将教王拒绝 不提 完全不提教会 就是因为这个理性主义 统治欧洲现在 欧洲是理性主义 最重要的一个发源地 美国希望不要全部像这样走 所以就是科学界 现在美国是这样 这是被控制 所以还有五分钟 我就将这个智慧设计论的 就是来将它介绍一下 智慧设计论就是说 你要解释生物界 不要单单用进化论 这样的立场 说大自然没有超自然 只有大自然 只有mother nature 一切不能够被科学解释的 就根本没意思 那么科学就是实验 都能够捉摸 能够观察 OK 那么理智慧设计论说 我们实在不行 我们要说 有另外一个新的理论 历史上已经发生过 在这个工业革命的时候 在英国 在澳洲 其实人都相信神的 但是你们现在 信了这个理性主义 发展了科学以后 就自大狂 就不相信神了 所以说 现在很多很多这个 这个 科学的证据 可以说是用一个更好的理论 不要讲我们是信不信神了 有一个更好的理论 有设计 这个宇宙里面好像有一个设计 就可能解释得更好 其中一个证据 就是在中间叫 fine tuning of the universe 就是在中间说 这个地球 这个宇宙 是一个很精密的 一个系统 就像好像 好像这个氧气 为什么只有20% 这个空气里面 就是多一点 小一点怎么办 就是多一点 可能这个世界上 全部都是火灾 小一点 你跟我都根本 就是不够氧气 可以活下来 地球 这个阳光 这个太阳 为什么23度斜 就因为它要运转 要围着这个太阳走 就是这个宇宙的常数 不能够偏一毫一丝 耶稣说 律法一笔一毫都不能去灭 又要成全 在宇宙里面 就是定律 也是一毫一分 不能改 一改 整个宇宙就混乱起来 所以叫fine tuning 这个围条 宇宙的围条 他们就是不相信神的人 好像这个 牛等是相信神的人 他也曾经有一次 他有一个同事 他不相信神 他就照了这个 这个太阳系的模型 放在家里 然后这个不信神的同事 跑到哪里去 看见一个模型很棒啊 就是谁照的 牛等说没有人照的 他自然而言就要来的 这个不信神的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就是 是你照的嘛 我很清楚你照了 所以牛等告诉他 这个是我按照我所 所体现这么整齐的一个宇宙 所照的 你知道我照这个东西 因为我看见哪里的设计 才照出来 你怎么样说 我照的就是我设计 这个宇宙就没有设计了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源源 他们这个 Find-tune universe 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叫分子机器 分子机器 原来我们的身体 包括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这个身体 很奇妙 现在他们要叫机器人 叫得很笨了 很钝了 最近还有一个广播局 就是有一个 好像是英国人 他是手 手就是断掉 所以他用了一个机器的手 然后来他们就用这个 这个断了手的科学家的脸 造了一个机器人 然后就将这个机器人 放在这个科学家前面 一队一队就坐在一起 那么真的 这个科学家可以喝酒 然后拿起来 这个笨顿的机器人 拿起这个杯 已经可以很棒了 因为他有着脸 可以走路 他一走出来 一拿一个杯 碰就丢在地上 全部都放在地上 所以你看我这个精密的设计 他要造一个机器人 用了好多好多的力量 好多好多的电脑 好多好多的机器 造出来还是笨蛋一个 就是要造一个 更你可以爱你的 好像神说 要造一个女的是五中的骨女 六中的骨 更是没有可能 所以这也就是 这个设计的问题 我们人体 就是这么多的设计 实际上一个最小的一个设计 就是我们的食包 食包里面有很多很多 不一样的机器 所以就是 这两个就是我们的根据 那么后来 也可以用这个智慧设计论 可以解释 刚刚过这个猴子跟人 相同的基因 我们就相信 他们是有同一个蓝图 那么进化论就相信 它是进化论来 对 我刚刚就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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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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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然的弯 是 这样 有很大的 对 对对对 很大的 手是神奇妙的切记 所以总结来说 就是智慧切记论 我就跟大家讲一下 就第56页 智慧切记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 因为里面也可以包括 甚至已经有包括回教徒 但是当然主流是基督徒 我们这些人都是开始的 是因为我们要对付进化论的影响 但是回教徒也加进来 他有一个回教徒教我去跟他 看看他的出版有什么分析 也有无神论者 有一个犹太教的学生 所以不是一个 要去卫生经讲的一个问题 但是自然的他们看见 这个宇宙的这个设计 实际上来讲 连这个死了这个 Francis Click 这个伟大的分子学家 他也说 Everything looks like design 不过It is apparent design only 就是所有的生物全有世界 都好像被设计的 但是我觉得我用金马轮解释更好 他是他主观而已 他主观而已 所以不是因为 谢记不全在 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 就晓得天地这么美丽 是上帝造的 我是这么好 是因为父母生我的 所以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护教的工具 也不是权威创造论 因为他不是 其实在权威创造论已经开始 觉得你们不够 不够去护教 因为你讲的不是社稷而已 没有讲社稷者是谁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神学理论 是一个科学理论 然后就是我们不反对 违禁化 违禁化就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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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种 刚刚你讲过了 然后这位说了一句 是不是空袭的神的科研研究解 空袭的神就是说 刚刚王帝松所说的一种态度 就是 你不相信我 你就拉倒吧 就是我说神是这样造的 所以你不相信 你就拉倒 你不信你的问题 我不是傻瓜 你也 可能你是傻瓜 所以不行 就是我们说 我们这个方法是帮助我们 可以找到更好的东西 好像我自己 我在没有退休以前 最后一张论文 就是研究基因 是用这样的看法来研究基因 他们研究基因 发觉基因里面 进化的移植的话 就有很多叫辣砂 就是因为进化以前用过 现在没用 就留在哪里 好像我家里的 旧东西在garage 以前用过 现在没有用 我们搬家就是这个问题 但是不是 这个原来不是垃圾 我是留下来 以前的废物 现在变得有用 这个不是废物 是真的 真的一个好处 就是我们基因里面 原来有很多很多这样的 这个叫调节的空气 就是一个空调 有不同的扭制 有十个扭制 越扭越精细 越扭越 这个空调会 一度一度都可以改变了 就是原来是这样 所以就是 这个可以研究的结果 我感到这个邀请 我感到这个让开 我感到这个 就像虽然有一个 一般的扭制 我感到这个 那么多种 我们就在看 这个帅 这个帅 就是 我感到这个 优优的 我感到这个